議員丹佩玉 在上一天的定期會開始 進出大型的外棟 到南科來基盤 無關是聖誕暗會 卻才是看年的煙切會 但一直都沒有下落 一直到最近 市府進出到離空離宿 台灣定會的主廳 都來台灣 確定要刷到南科 總在那十月十九 基盤大型的官廳和店長儀式 結合創意祈禁 他們跟煙切會上 同時也希望這位處來祭水溫 那是一個很大的好消息 對我們這裡的小朋友 這些親子活動 也可以提供給我們南科 這一些附近所有的小朋友來這邊 我本來建議說 在我們十二月二十五月的時候 聖誕節的時候 可不可以舉辦 我們聖誕節一個演唱會 建議說在FG區那裡大家辦 就是那個用地沒有辦法符合我們辦演唱會 如果要辦的話還要花很多經費 十二月二十五年那裡我們就沒有藝術要辦了 甚至這個十月十九 都來南科這段就辦比較大的 這樣對不對 我們十月十九 是我們應該辦比較大的 算大一點 第二個方面也試水溫 如果大時候的人 你看西澀廣場我們來都十幾萬 但是就是我們也不要用那麼高的標準 那如果能夠吸引很多人來的話 尤其南科那邊很多親子 親子跟年輕人是不同的族群 如果能夠吸引很多這個 到底是要親子多還是年輕人多 我們再來比較 除了關心大型的活動基盤 另外議員也關心新河 射來的區段徵修 大樓建設 跟人口密度的問題 因為議員已經九百公車來 就有四五檔的大樓行件案 議員希望 都發救在農資率方面 要來嚴格把關 不可以讓主體的人口密度 一直來增加 台南新聞您跟楊順懷 蔡鳳伯德